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从遇到法轮大法以来 我的生活一直很奇妙 非常美好 对我来说 这是一段很不平凡的经历 所以我很高兴今天能与你分享我的体验 我在波多黎各的圣湖庵出生和长大 给不熟悉加勒比地理的朋友说明一下 那是加勒比地区的一个岛屿 一个很美丽的加勒比海岛 我生长的地方有惬意的温暖海水 航海 浮潜 阳光和椰奶是我的童年 我的父母都受过良好的教育 会说多种语言 我的父亲有长春藤大学的学位 他在二十多岁时以美国侨民身份移居波多黎各 在美国空军服役后 他创建了非常成功的 房地产经济和物业管理生意 我也有幸参与其中 我可以接听电话清扫办公室和卫生间 我也是业务成功的一部分 我了解业务是如何运作的和如何成功的 所以我们的家庭联系非常紧密 在我母亲那一边 她最初是奥地利人 她的家人逃离了二战的纳粹 欧洲 从六岁到高中的成长阶段 基本上是在阿根廷度过的 然后她去了慕尼黑 在一所非常有声望的 建筑专业名校学习 她是一个从小就过辛苦日子的人 她的家庭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切 她出生于富裕的良好家庭 后来移居阿根廷 在移居阿根廷时 他们卖掉了所有的家当 所以她知道贫穷的滋味 也知道怎样 通过教育去克服贫穷 在欧洲的建筑学院毕业后 她随后在康奈尔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 离开康奈尔大学后 去波多黎各的圣湖安工作 担任希尔顿的高管 那个年代高管很少有女性担任 在我们家庭环境中 她确实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所以波多黎各是我父母相识的地方 他们有共同的价值观 都是非常有创意的人 用一颗开放的好奇的心去探索世界 有对上帝的爱 还有对大自然和人性真正的欣赏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 也花了很多时间与我外公外婆在一起 我的祖父母 他们已经在法国南部退休 因为我父母在夏天要经营生意 所以我和姐妹们 会被送到法国南部的祖父母那里 所以我们学会了法语和德语 因为那里有一个大型的德国社区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 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在波多黎各圣湖安 接受了从学前班到高中的教育 大家认为我应当去大陆读美国的大学 所以我在东海岸的一所寄宿学校度过了一年 然后去上大学 它是中西部排名前三的大学之一 我学习生态学 有坚实的有机化学和数学基础 我对生态学很感兴趣 因为我目睹了波多黎各岛屿的发展 看到了很多生态破坏 我觉得我可以有所作为 我来自热带地区 学习温带地区 生态平衡的知识 我认为我可以会很有用 但我发现 属蟋蟀和鱼并不是我想要做的事 因此对我的职业生涯感到很不满意 在本科毕业后 我很高兴能够攻读一个行政管理硕士学位 环境工程专业 我在这个领域担任销售工程师 大约有约十年 并且感到非常满意 我原本打算搬到新加坡 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它有点像波多黎各 加勒比海和瑞士的结合 将波多黎各和瑞士混在一起 得到的就是新加坡 当我准备搬到新加坡时 我在美国的丈夫 在密歇根州提出求婚 我就因此回到了美国 那是在2013年 变法轮功之前 您有其他的宗教信仰吗? 我的父母都是非常有灵性的人 与上帝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在我们家一直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描述我的宗教教育的最佳方式 是我的家庭与基督教之间微妙的关系 我认为 基督教所宣扬的所有美好事物 他们确实也都接纳 并传给了我和我的姐妹们 我父亲会去一个异神教教堂 但我认为更多是因为 他喜欢与有原则的社会群体互动 他也喜欢听来自圣经的上层信息 和故事背后的深层含义 他会在从教堂回家时 谈论这些事情 我的母亲则不去教堂 她相信 很多伪善的人 虽然会去教堂 但回到家里以后 他们会虐待他们的园丁 诸如此类 这是她观察到的 她指出 我们的邻居就是这样做的 所以我们明白 我们不想做一个伪善的人 但基督教里提倡的美德 比如爱灵社 宽容 不要评判他人 都是很重要的 我认为母亲对我们的生活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她也教导我们祈祷 她有很深的道德感和灵性 她与自然 上帝 天使 神灵 甚至小精灵 有一种联系 她让我们坐在树前 说如果你真的安静 如果你心中充满了善良 小矮人和精灵 可能会向你显现出来 但你必须心中真的很善良 我觉得那真的很甜蜜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上帝 天使和照顾我们的神灵都在身边 我们可以向他们寻求指引和帮助 所以这种环境形成了 我与上帝之间非常深厚的联系 还有与整体的神性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所以在14岁的时候 我经历了一个有趣的事件 我去过一个非常温暖 完美的超现实空间 那里没有光 完全是空的 而且完全安静 完全宁静 充满了虚无 我无法用其他方式解释 当我在这个地方休息的时候 我完全从地球上那种受折磨的生活状态中摆脱出来 三个光点 实际上是三道光线穿过了 我所在的那个美丽又浓密黑暗 他们过来接我 开始有点像三根手指 如同黑夜海洋中的光 他们把我拉起来 我最终来到天堂 或者可以称之为天堂的地方 但当你体验它时 你会觉得哦 这可不仅仅是天堂 不管怎样 我在那里待了大约三天 在那里感觉比地球上任何事物或我的身体都更加充满活力 我那时是不在人体中 三天结束时 他们告诉我 好了 现在你得回到你的身体 继续做你在地球上应该做的事情 我说 你可以说服我 但我绝不会回去 他们说 我们会告诉你 为什么你应当回去 我们不能强迫你 但请理解 如果你回去了 你是因为你自己同意的 我们不会强迫你 所以我想试试看 我绝不会回去 然后我就又回到了我的身体中 就像进入一个带有格子的电梯井 被挤压在一个漩涡中 然后我就自己回到了身体中 其他的天堂空间感觉 比我在地球上经历的任何事都更加鲜活 带我回到身体中 他们向我解释 声音非常洪亮 这不是声音或言语的响亮 而是像音乐进入你的胸腔 让你听到 内容是要跟随上帝 跟随上帝 不容置疑 而且一直在重复 就像一个循环 我说好的 然后我意识到他们并没有听到我 因为他们在全力强调跟随上帝 显然我必须跟随上帝并听从教导 所以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人间的身体中 背负着人类固有的不是 失望之情真是难以置信 此后的几年里 我一直陷入沮丧之中 因为我非常渴望回到那个 美丽的天堂境界 在那里我沉浸在神的气息中 让我深刻意识到 作为一个有身体的人 在地球上应当有某种使命 您是怎样接触到法轮功的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 我第一次接触法轮功 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印象很模糊 在一个很偶然的场合 我看到有中国人在练这个功 我对此一无所知 但觉得看起来很酷 而且似乎是我将要做的事情 但我并没有实际尝试 第二次接触法轮功 是在大学毕业后 那时我住在亚特兰大 在市区的一个公园里 有人在练这个功法 我就随便去跟着练 真的很随意 我就加入进去了 总共不到五分钟 但我没掌握 那时我并未开始练法轮功 我当时是另一个新时代冥想团体的成员 当时的老师 错误地宣称 那法轮大法是一个低等的修炼方法 它自己的修炼更高级 所以我没有去练法轮功 大约五年前 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那是在我经历了病痛之后 2015年我得了莱姆病 身体开始慢慢崩溃 我迫切需要帮助 支撑我这么长时间的事 我与圣灵之间的联系 我记得坐在家里的办公室 与上帝对话 在一次大手术之后 我已经某种程度上预备好 接受生命可能即将结束的可能性 所以我问上帝 我尝试过一切 传统疗法 替代疗法 药物 影响 但什么都没有奏效 上帝 还有什么 我可能错过了 或者在我死前应该做的吗 在这个问题之后 我脑海中闪过一道明亮的火花 亮了起来 我想起了那次暂短的接触 在亚特兰大公园里 看到的那些中国功法的经历 这真是奇怪的事情 因为我当时只做了不到五分钟的练习 而且感觉起来好像太难了 但我在这次与上帝对话的时刻记起了它 当我正在与上帝对话的时候 我就明白了我在寻找什么 我知道可以在网上找到 只要搜索就会找到 记忆是非常明确的 对法轮大法的感觉是非常明确的 我甚至不知道它叫什么 但我知道我确切地知道我在寻找什么 在不到三分钟内 我找到了 在YouTube上有关法轮大法的视频 我全都看了 甚至是反对法轮大法的负面视频 都强化了我的兴趣 让我更加振奋 都不能改变我的主意 我知道这就是了 我需要去了解它 水晶般的清晰明确 所以我就这样做了 就这样我和这个团体开始建立联系 参加了这里的当地团体 开始练这个功法 法轮大法给您的生活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与您以前的宗教信仰有什么不同呢 随便练了法轮功一段时间之后 只做法轮大法的动功 莱姆病的症状在约三个月内消失了 我一直都很瘦 看起来像一根不成形的棍子 我的身体现在开始变得更加健康 用一种更正常的方式充实起来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有正常体重 我看起来更温柔和女性化 所以当我继续练功时 困扰我的抑郁症 我从小时候就一直有的 也开始消散 对我来说最显著的地方 是练功后所拥有的心智清晰度 我从14岁开始就一直苦于脑雾 我因窒息而住院 我因急性单核细胞增多而住院 医院给我的药物是为了拯救我的生命 但对一个正在发育的14岁青少年来说 太强了 我从未完全康复 他们救了我的命 但毁了我的内分泌系统 所以自那时以来 我一直有健康问题 真的是一场对抑郁症和脑雾的终生战斗 所以在第一年只练法轮大法动工以后 脑雾和抑郁症 有生以来首次完全消失 你知道我尝试过药物和健康生活方式 我尝试过GAPS饮食法 无肤制饮食法 素食主义 纯素主义 甚至是肉食主义 我尝试过所有的方法 这真是令人震惊 一种动工居然能平衡一切 这是我自14岁以来从未体验过的 这太不可思议了 所以在紧练了动工大约一年的时间之后 我决定应该更加努力地练功 我应该更多地了解法轮大法是什么 我有过惊人的体验 我主动并有意识地决定 我想真正深入地学习法轮大法 把自己投入其中 自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我就与神圣的存在或天使有所联系 无论我走到哪里 我们都在一起 我们一起思考 一起交谈 我所有的决策都是一起做的 当我闭上眼睛 有了一个明确的意图 我想要练法轮大法的时候 从我内心深处 通常是一个思维形式 或者听起来像是你自己的思维 但这是一种声音 在我的脑海中清晰地说道 我们已经等了很长时间 我感到非常感动 我会全心全意投入其中 当我意识到这就是了 我的意思是这就对了 当我从天上回到我的身体时 他们说要跟随神 这就是他们的意思了 我丈夫看到我 流泪 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我说 不不 我解释了发生了什么事 他也很受感动 这真是美好 是一种令人惊叹的体悟 当你意识到 你一直在尝试做的一切就在这里 而你可以做到 就在当下 遇到法轮大法之前的精神信仰 与法轮大法相比 有什么不同之处 这确实是个好问题 哦 是的 开始练法轮大法时 我需要花了一些时间 去调整很多做法 比如 我以前用祈祷与上帝进行开放对话 我被教导说 上帝一直与我在一起 和所有人在一起 开始练法轮大法时 最难以应对的事 祈祷不是一种很随便的事情 而在基督教中 我们请求上帝帮助 并且凡事都是寻求指引 旅行要安全 考试要取得好成绩 帮助你记住代办事项 所有你想要做好的事情 都会请求上帝帮助 在法轮大法中需要发正念 那是什么 它真的很强大 发正念是一种 15分钟的打坐冥想活动 它就像一个科学公式 会净化身体清理负面或邪恶能量 还能净化人的思想和周围的垃圾 这样你就可以跟除身边 和更深处的恶毒垃圾 这个15分钟静坐的力量非常强大 那是我有生第一次 克服之前的压抑情绪 我从小就一直和这些 来自其他空间的压抑进行斗争 有些我不能谈论的事情 因为我很清楚 很少有人能看到我能感知到的事物 我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 所以继续谈开始练法轮大法时 有哪些部分 很难统一接续起来 在哪里我必须努力 与我先前的信仰生活中的精神哲学 以及和基督教相比 学习法轮大法的不同之处在于 基督教中的祈祷 专注于获得你希望的人生结果 而在法轮大法中你是在协助 表达上帝的意志 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 这花了我一些时间 来适应这种模式 对我来说 这是法轮大法真正引人注目的地方 特别是由我以前的心灵哲学 和基督教生长背景 法轮大法让我喜欢的一点是 有这样一种感觉要遵守天意 神指或天时而行 就好像说 你的人心你要放下人心 让人心让位于更高的道理去引导你 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和认知 在西方世界社会 我们不断努力 并相信需要改变我们的外部世界 与此不同 法轮大法教导我们需要改变自己的内心 当我们努力提高自己的内在的心性时 周围的世界就会随之改变 周围的人也会随之改变 所以你要完全对你的行为 经历和思想负责 但这也是棘手的地方 因为 实际上 一个人的修炼方式 真的取决于你自己个体 每个城市都有法轮大法团体 我可以随时参加一个学习小组 彼此之间都很熟 然而没有人告诉你 根据什么什么情况 你应该多做这个 或者你应当多做那个 你应该打坐更多 还是应当多练动工 这样的事情是不存在的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我认为这是因为这种修炼是基于 汉字的真 是三个字 真善忍 真实 真实诚信是一个词 慈悲和宽容 在小组中练功时 自己对领悟的过程负责 基于真 善 忍 所以这里没有新时代精神团体 常见的爱心轰炸与奉承 也没有更现代的基督教教会的爱心轰炸 在法轮大法中是不存在的 非常纯净 在一个非常激励人心的环境 能使自己在做的每一件事情上 都能很容易地不断进步 所以要问练法轮大法 如何影响我的生活 可以说改变了一切 我的健康 我的风度和我自己的表现方式 我过去过于自我中心 因为我的健康状况很差 当事情不顺利时 我认为如果我需要某样东西 那我就有权拥有它 我就应该拥有它 如果那是我需要度过一天的必需品 那我当然应该拥有它 然后就是全力以赴去获取 现在 每当有任何不和谐的时候 我会反省 我会从内心找答案 我会试图看看我在做什么 我缺失了什么 我需要做些什么不同的事情 我怎样才能改变或提升我的行为 使其更符合真善忍 因为我对我的周围环境负有责任 我的内心改变会直接影响我的周边世界 法轮大法有很多美好之处 最美好的一点是 关于如何打破轮回循环的理论 自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我就有过前世经历和记忆 所以呢 我对于富裕或贫穷 受教育或未受教育 人生过得好还是过得不好 都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 你死了 另一种生命就马上出来回到你这里 再一次上车 再一次出发 一遍又一遍 过好生活或过不好生活 再活一遍 谁会在乎呢 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朋友一起去看电影 他们很喜欢这个电影 看完以后 他们起身继续过自己原来的生活 而我想如果只是暂时摆脱生活的烦恼 而且改变不了任何现实 那看电影有什么意义呢 法轮大法 提供了直接的答案和学习过程 解决了这个问题 提供了像技术操作手册一样的指导 类似通向天堂的梯子 群体里人们志同道合 他们不声张地努力修炼 这是很令我惊变的 所以当你接触并且参与其中时 生活中的某种压力就会消失 你明白你正在尽力而为 你明白你正在修炼心灵 你正在自我内省 而且你真的在全力以赴做好每一件事 然后你就可以放手 你可以放手让上天来接管 从我这样的完美主义者身上减轻巨大的负担 所以从这方面来看 这一直是一个奇妙的修炼 法轮大法为我带来了希望 在那之前 我真的没有希望 我是说 很显然在走向末路 很可能快要死了 但我也感觉到这个世界正在陷入 各种污染混乱的深渊 而且它看起来仍然是这样的 极端的两极化让人无法再奇墙观望 所以我选择在精神上提升自己 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坚实的框架 直接 纯洁 善良的方式 简单的方式 我觉得我很幸运能够找到它 也很幸运可以向其他人讲述这一切 所以感谢您给我这个机会 也非常感谢索菲亚 感谢您付出的宝贵事件 感谢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